前面 我从人要向上追求 不要向下追求 为王宗岳太极全轮首句 太极者无极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下了入脚 现在我要为各位讲解 太极全轮下一段 无过不及随去救生 人刚我柔为之走 我顺人被为之年 这整段话是一个前后颠倒叙述的句子 各位在看这段话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 人刚我柔为之走 我顺人被为之年 然后再看 无过不及随去救生 这样你才能够很容易地了解这段话的真正意思 因为无过不及随去救生 所讲的就是 人刚我柔为之走 我顺人被为之年的走年要领 所谓所谓 所谓人刚我柔为之年 大义是说 在太极融合的战斗中 当别人用强劲攻来 我就在融合中 用融合去顺从他 这就是太极拳走的技术 当别人收回强劲 我就在融合中 随从他的后面跟着过去 这就是太极拳年的技术 人刚的刚就是强劲的意思 我柔的柔就是和顺的意思 别人强劲而来 我和顺而走 就是人刚我柔 这就是太极拳称为走的技术 我顺的顺就是随从的意思 人被的被就是背后的意思 别人输回强劲了 我随从别人的背后而去 这就是太极拳称为年的技术 所以说王宗岳太极拳的合极技术 最重要的就是走年 一走一年 太极拳就和对方完全动静合一而融合了 所以太极拳的合极技术是讲一走一年 不讲一攻一守的 因为一攻一守这个用语太过含糊 所讲的范围太广了 不能精确地表达太极拳合极的已进制动技术 所以王宗岳太极拳讲一走一年 不讲一攻一守 当然太极拳合极的已进制动技术 更不讲一画一打 因为一画一打 其中的打字根本就是分极技术的用语 绝对不能用来形容太极拳合极技术的年法 所以王宗岳太极拳讲一走一年 不讲一画一打 走年才是太极拳的正确用语 一走一年才能够精确地表达太极拳以融合技术 作为最高技术的精神 如果你练技要求撤离走年 而不是一攻一守 不是一画一打 你就会坚持一定要不顶不丢 所以你开始学拳时 就可以正确地选择 那完全追求融合的太极拳 而不会错误地选择到 那不讲融合的太极拳了 太极拳走的时候 讲不顶不丢 太极拳连的时候也讲不顶不丢 所以太极拳的合技术 王宗月总是在打手歌中说要沾脸连随 不顶丢 所以说走年的时候一定要沾脸连随 一定要不顶不丢 因为你不沾脸连随 你就和对方脱手分开了 你脱手分开了 你练的就不是太极拳的融合技术了 你练的是出现阴阳对抗的技术了 你练的太极拳就变成阴阳拳 而不是真正太极拳了 所以说你要练融合技术 一定要和对方沾脸连随 不脱开 就像大手背连着小手背 小手背连着手掌一样 完全沾脸连随 不脱开 这样你练的才是真正融合的太极拳 你练的太极拳